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就會發現說 日本跟中國的情況不一樣 中國是怎麼樣 我們需要一個偉大的神 我們需要一個偉大的神 不管這個神叫做孫中山 或者是蔣介石 或者是毛澤東 或者是 whoever 隨便哪一個都可以 不管這個神是誰都沒有關係 但是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神 所以我們在建立道德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個神明建立起來 其中這個表現的最清楚